耶尔巴斯伯特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K老师人又在外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在亚利桑那的一个国家公园 因为除了要来这里拍片 另外就是顺便带孩子们出来玩 那在百忙之余 K老师还是坚持给大家更新一期节目 那这期节目也是很多人很想了解的 关于圈内一些所谓的情侣党的 他们的背后的故事 那今天我们就来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也是近几年来所谓最成功的一对情侣 就是Sis Gamble跟Kenzie Tyler 我们来看一看这对神仙眷侣背后 所不为人知的超级狗血的故事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其实在美国动作电影圈 大家应该最熟悉的情侣党 应该就是KK姐跟包皮哥 那他们也是属于独一党的存在 确实是地位最高的 在他们之后最有名的 目前来说现役的 应该就是Kenzie Tyler跟Sis Gamble这一对了 那两个人单独发展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Kenzie Tyler这几年作为一线的女性 不管是在Martley的时期 还是在之前OC的时期 他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演员 这可以从他的拍片量 合作的演员的阵容 以及获奖的这种名单来看 绝对是一线的 另外他老公Sis Gamble 其实他虽然最近这两年 专注于做导演 给Excel Brown做助手 其实在之前的七八年时间 他都是作为纯演员的 然后他也拿过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配角 最佳场景之类的 各种奖都拿过了 所以他在那段时间也是属于一线的男性 他们这对看起来是非常登对的情侣 他们却是谈恋谈了很多年 虽然是去年刚结婚的 但是整个的以情侣身份 在圈内为民已经超过十年了 很多人会疑问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不结婚 要拖到去年才结 其实这个中间是有一段非常非常狗血的事情的 首先 Sis Gamble在早期是有很严重的酗酒 以及克药的问题 他克的这个药有两种 一个是据他自己所说 是为了增强体能 以及保证拍片时候质量所吃的一些 增强性的辅助性的药剂 但是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依赖性的 我跟他合作超过60部片子 他是K老师最早期那一年的 所谓的御用男演员 合作超多的片子 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 其实从他片场状态来看 他确实是很难说摆脱药物的帮助 展现出非常好的状态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药就是他有 因为他为了戒酒 当时他就吃了一定的所谓的镇静类的药 然后后续他对这些药物产生了依赖性 所以他在那段时间 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 试药性跟试酒性的 那这两条其实Kenzie Tyler 一直在安慰他帮助 他也希望给他说 渡过这个难关 但是确实很经过很多年 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在201910年的时候 其实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 他整个的就是酒基本不喝了 药也可以紧 把那个量控制在相对合理的状态 然后两个人的感情也迅速的升温 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很不能说神奇了 就很坑爹的事情 那段时间呢 他们两个感情出现了一点问题 就是也不知道是因为吵架还怎么样的 然后呢 Kenzie Tyler就跟C.S. Gamble说 我要跟他分手 就是他觉得我们谈这么多年了 应该是时候分手了 既然不结婚就分手吧 然后正巧他们说分手那段时间呢 是K老师跟C.S. Gamble的最后一次合作 当时我记得女演员是Kinan James 在那部片的时候 C.S. Gamble表现出的状态就是狗屎一样的状态 他整部片整个人都是浑游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面无表情 台词也念不准 整个人的身体状态也非常的差 然后我当时就很纳闷 以他以往的合作经验来说 他不会出现这种不敬业的状态 但是确实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那几天正好是 Kenzie Tyler跟他在闹分手的时候 但是如果只是简单的分手 其实很正常对不对 谈恋爱都会有这种状况 但是在Kenzie Tyler说了分手 C.S. Gamble呈现一个精神崩溃状态的同时 Kenzie Tyler已经在跟另外一位男演员开始约会了 他就是最近这几年非常红的Dante Cole 就是那个男女通知的演员 但是Dante Cole跟Kenzie Tyler这个恋爱呢 他是真的自己身陷其中的 他不是说玩玩而已的 在短短的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内 他就已经是爱到死去活来那种 然后当他觉得自己已经真的沉醉于这段爱情的时候 突然在某一天 Kenzie Tyler跟C.S. Gamble莫名其妙的复合了 并且在这复合之后宣布快速的订婚了 但是这一切的选择他都没有告诉Dante Cole 也就是说Dante Cole是在一个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自己的所谓的约会对象 突然又回到了前男友的身边 并且准备要结婚了 然后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在有一天他给B厂拍片的时候 B厂的一个监制 跟他说你情绪怎么样 如果你情绪不好我们可以不拍 然后Dante就一脸懵逼 我很好呀我没问题 然后他说Kenzie跟C.S.订婚的事你知道了吗 然后Dante就傻了整个人 什么时候订婚呢我怎么不知道 然后他就去看了推特去问了Kenzie Kenzie说是的我已经跟C.S. Gamble复合了 并且订婚了我们下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之类的事情 然后这一瞬间Dante Cole的情绪就彻底崩溃 以至于那部片子是完全没有完成的 那当然现场的演员导演各种人都知道 这个状态下他是不可能拍片的 然后他整整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才把自己重新从这种低谷中走出来 然后他也跟Kenzie的彻底的形同路人 就是有爱生恨了相当于说 那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件事的处理上 Kenzie Taylor是做的非常不地道的 也就是不管你从任何角度 朋友角度恋爱的角度 还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来说 你都不应该这样去处理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Kenzie Taylor跟S.S. Gamble同时离开了OC 他们服务了很多年的OC modeling 然后都跳槽去了 一个跳槽去了Modley 然后S.S. Gamble从那时候开始停止了拍戏 他就是只专心做演员了 后来事情过去了很多年 然后他们也确实结婚了 现在感情看起来也不错 然后在今年A编的时候 我重新遇到了S.S. Gamble 因为我也确实是一年多没有遇到他了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人一定是重新开始喝酒 或是重新开始嗑药 因为他整个脸的浮肿状态是非常严重的 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看起来挺帅挺闷的小帅哥 现在纯粹就是一个身材发福 脸很浮肿的一个状态 当时我跟他只是客套打一下招呼聊了一下 毕竟我们以前曾经是黄金搭档 然后后来我有段Dentico跟他聊天的过程中 我有试探性的看他最近情绪怎么样 然后他确实现在 因为他一直都是男女通知的状态 然后他现在可能偏男的多一点了 他因为经过那段感情挫折之后 他好像选择了偏往同性的那一面 而不是往异性的那一面 所以整个这件事情在整个圈内 当时是传得沸沸扬扬 并且是引起了很大的波来 有很多人去力听Dentico 也有很多人去所谓的讨伐声讨 Kenzie Tyler跟C.S. Gamble 然后这两个人确实在当时 有一段时间必须要做到销声匿迹 来也就是来让这个风声过去 但他们的运气真的是很好 你知道整个疫情开始的 疫情开始的最初三个月 整个行业是全部停摆的 但是停摆是指你不能出去拍片 你不能跟其他人合作 但是如果你在家本身是情侣党 你们自己愿意拍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当时圈内我们开玩笑说 整个那三个月唯一赚钱的人 就是Kenzie Tyler跟C.S. Gamble 因为他们还是始终在自己的家中 产出自制的影片 这就是关于Kenzie Tyler跟C.S. Gamble 这对目前所谓的圈内第二大牌的 夫妻情侣党的非常高血的故事 那有人问我 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既然是都是各自是演员 他们在片场需要跟其他人 非常认真的表演 那他们回到生活中 是怎么一个状态 因为对于就是对付自己的 这个情侣的呢 我以这对来说 Kenzie Tyler跟C.S. Gamble 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则 他们绝对不会跟对方 去合作同一部片子 也就是说他们要保证 他们的所谓的 为爱鼓掌的这个生活 只发生在自己家中 而不会在片场内 他说这是唯一可以保证 他们双方的夫妻生活 还是一个很平穩的状态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 也是绝大部分的 就是情侣党 他们所考虑的一个问题 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人 是不care这个事情的 你像包皮哥 虽然不让KK姐去拍男女片 但他自己拍的很high KK姐其实也不介意 但大家都知道他不介意 所以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OK 这就是今天关于 Kenzie Tyler跟C.S. Gamble的 狗血故事 那这种幕后的花絮故事 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上次那个 图片都被吞掉的 15大亚洲女演员 我也没办法 审核吃掉了 偷看了 我也没办法 所以现在开始 老师就是固定的 用大头照的方式 放在这里 这样我相信 应该就安全了 OK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